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没有进入慈祭之前 当然所有的精神都会在事业上 把晚上的时间会留给小孩子 但是进入慈祭之后 晚上的时间就渐渐地在慈祭里面 他们也是偶尔会有一些声音 但是我告诉他们 我在慈祭里面的感动 然后小孩子就会 随着我去参与各个活动 我自己开了一个公司 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打听 是非常的忙碌的 经商以励志为主 因为我本身是在做 美容化妆品的这门工作 它会表于形象 但是在慈祭里面 其实没有什么功名 也没有什么利益 彼此之间就是相互的成就 这慈悲喜舍 一定要长时间默默地去修 把这个真跟善跟美 内化之后再表露于形 其实生命是有限的 要把握当下勇于行动 这一分这一秒过了 它就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用 自己的生命良能 把它燃烧到最亮 再有多余的时间 陪伴了我们的群的朋友 做这份善的一个志愿 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能推动 跟带动更多的朋友 然后进入持继